郑爽恋情被曝光,张翰全力挽回失败。 网友高呼,杨阳年底完婚。 谈及到娱乐圈的郑爽,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了吧。 如今爽妹子年。 灵也是不晓得了,爽妹。 子的恋情也是再次浮出了水面。 众多网友也是在替郑爽的感情而着急,正如皇上不及太见及来形容罪。 好不过了。 说到他的感情无非,就会想到他的初恋张翰,在多年前爽妹子和张翰两人因一起,来看刘星宇两人相识到相恋。 就因这一部剧,郑爽当时也是被。 很多网友骂到演技差,还想高。 潘高副帅张翰,当时也是引起了。 网友的热议。 当时说郑爽演技。 差还是很可以理解的,毕竟当时的郑爽也才刚。 刚出道不久,演技不好还。 是可以慢慢学的,不是吗? 后来郑爽也是应对自己的长相而不满,为了张翰也是舍身自己而前往医院整容。 不得不说初恋是十分的疯狂的啦。 相恋四年最后也是走上。 了分手到阳的道路,这真让人很难以再相信感情了不是吗? 可竟没想到,张翰在分手不久之后。 也是另有新欢,在此张翰也是备受。 找一个渣男的称号,当时还传出郑爽是出轨了胡彦斌。 两人才分手的。 可惜的是张翰和古丽娜扎在。 一起三年后还是意外着分手,对此也是对这段感情做出。 了回应并称,他表示对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已经慢慢淡忘,其他我也想不起来。 了目前还通过自己认真拍戏来充实生活, 看你来古丽娜扎还是从阴影走了出来。 从上方的微博看来,古丽娜扎还是十分看得开的。 在这,么久也是他一人承受着各种各样的负担,但让人羡慕一脸上病。 没留下岁月痕迹,体态轻盈的他也是格外强劲, 犹在和微博看到他有始至终不走样的法。 嘖,这样的那扎谁?会不爱呢? 如今张翰是和谷。 立缘分也是走到了尽头, 郑爽现在也是。 处于当时状态,不少粉丝纷纷纷催两人复合, 而就在禁。 日张翰更新的微博也是引起网。 有的热议并称, 十年来并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爱还配上自己。 的花酷茶, 难道张翰是想要破镜中原了吗? 当时也是被网友爆出张。 汉娜的花酷茶是当时和郑爽交。 往时候有穿过了。 网友也是纷纷住。 扶两人早日复合。 而就在前。 断日子羊羊也是在微博晒。 出了郑爽的一只小熊, 当时也是引起网友的热议, 看来郑爽和羊羊。 两人之间也是有不畏人。 知的故事吗? 羊羊晒着涂海。 配上红心, 看来很有爱啊。 而就在前段时间有事。 有某明星爆出羊羊的婚。 立将要举行, 网友也是。 断定那个人会是正爽。 现在看来羊羊和。 张翰两人是情敌啊。 但不知道。 网友是希望正爽和谁在一起, 小编也是祝福就好了。 映儿也是直接称, 期待你婚礼的那一天直接视跨。 月了早日找到女友这一阶段, 可在。 网友看来羊羊不。 是有了爽妹子不是吗? 从下面。 图片看来是羊羊和。 郑爽配呢? 还是郑爽和张翰配呢? 。 这就是我们的图片。 还记得和刘主采练小时的心思。 这就是不容易。 带来羊羊羊和 curved合, 其中一段时间的人才是有分冠。 終红了一段时间。 请不回答? 然后我想看。 禅往是否的天下水。 即将其时候你会就知道了。 厨羊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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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